大家好,我是小慧 非常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其实,我们的衰老是从腿开始的 俗话说,树老根先知 人老腿先衰 人老后,腿部和大脑间指令的准确性 和传导的速度都会有所下降 不像年轻时那么默契 如果把人的身体比作一台机器 腿就是提供动力的马达 马达不灵了,机器便会老化 运转不良 所以,我们进入中老年后 不怕皮肤松弛,也不怕头发变白 怕的就是腿脚不灵变 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 许多长寿的老人,几乎都是步履稳健 行走如风 所以,养好双腿 也为我们老年健康、长寿、打下亨实的基础 其实,我们全身的压力都在腿 双腿是我们身体的交通枢纽 两条腿有人体50%的神经 50%的血管 还流藏着50%的血液 是连接身体的大循环组织 只有双腿健康 经络传导才能够畅通 气血才能够顺利地送往各个器官 特别是心脏和消化系统 可以说,腿部肌肉强劲的人 必有一个强有力的心脏 其实,从走路 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如果一个60至69岁的中老年人 一次可行走400米 就说明其健康的情况 每次走的距离越长 速度越快 走得越轻松 那么他的健康就会越好 从20岁起 如果不积极地运动 每几年可能会丧失5%的肌肉组织 同时,骨络中的钙也会消失 人的骨关节 特别是髋关节和膝关节 就会出现问题 容易摔倒骨折 老人骨折会导致肌骨头坏事 老人最怕就是摔倒骨折 一旦摔倒骨折 老人的康复能力比较弱 就会长期的卧床 继而引起乳疮 尿路结石等并发症 甚至会诱发脑血栓 有15%的患者 甚至会在骨折一年内死亡 那么我们的腿脚出现衰老的时候 会发出什么的预警信号呢? 如果我们也有以下这些症状 那就必须要引起注意了 1.腿脚没有以前那么灵活 这是腿脚衰老的特征 40岁打后 我们很多人就会感觉到 腿脚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 稍稍地走一些路 腿上就像灌满签一样沉重 还发酸发脏 上楼梯也越来越费劲 走几步就气喘吁吁 抬不动腿脚了 2.走路变慢 不知不觉中 步数越来越慢 偶尽想走快一点 就会觉得腿脚不听使唤 过后还会连续的酸痛好几天 甚至还会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 3.稍做点次就会腰酸腿痛 尤其是中年女性 稍稍站的时间长一点 就会觉得腰酸腿痛 下肢远而无力 4.双脚一侧发凉 即使在夏天 也总感到小腿是凉稠稠的 这可能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造成的 也可能与腰椎肩盘疾病有关 5.抽筋的次数增多 如果不是在运动后 或者是因为受凉而抽筋 那就要注意了 这可能是骨质疏松的表现 6.静脉曲张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20岁后就有可能会发生 一旦腿上的血管突然的非常清晰 弯弯曲曲的像蚯蚓一样 说明腿部的血管出现了老损 虽然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后 腿部就会慢慢的衰老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一些运动和按摩 来增强腿部的力量 就能达到减缓衰老的速度 1.传蹲传起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运动来加强腿部的力量 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心肺功能 常常练这个深蹲 身体好 腿脚好 我们在练的时候要注意 膝盖不要像跪一样往前冲 因为往前跪的时候 我们的膝盖受到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练的时候 最好在屁股的后面放一张椅子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往后坐 坐下来 起来的时候我们把手往上推 坐的时候最好要配合呼吸 起的时候吐气 下蹲的时候吸气 手往上推的时候也往上看 刚开始练完以后 背腿都会有微微的发酸 刚开始我们可以少做一点 逐步的增加 最多的时候一天做50个就可以了 2.拍打法 通过对膝盖周围的穴位进行拍打 触记血液流通 为膝盖组织提供营养 达到强健膝盖的目的 拍打的方法 首先我们坐在一把椅子上 然后将手掌拱起来 形成一个内扣的半弧形 准备好后再进行拍打我们的膝关节 先来拍膝关节的正面 拍打的时候力度尽量大一些 每次拍打100下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进行关节内侧拍打 力度也是稍大一些 通过这样的拍打之后 你会发现腿部的气血开始流通起来 就会感觉到比较舒服 同时腿部冰冷的位置 也会慢慢的暖和起来 这样我们把膝关节周围都要拍打一片 每个地方100下 每天坚持这样拍打 可以促进血液的流通 给膝盖提供营养 可以强健和保护我们的膝盖 大家只要每天坚持把这两个动作做起来 我们腿脚的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腿脚也会变得健康有力量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